你的早餐記憶是什麼? 假熊爸沒人美、拉雅漢堡還是麥味噌? 如果你印象還是停留在蛋餅配奶茶跟老闆經驗的記憶裡 那麥味噌的轉型可能會讓你墊覆想像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焦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於商業觀點,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16日 由陳以華所撰寫並刊登在數位時代的 不只是蘿蔔糕、蛋餅跟奶茶 麥味噌從餐點到體驗,用科技翻轉傳統早餐店 蘿蔔糕、蛋餅、古早味奶茶 創立於1987年的麥味噌早餐店 是許多人回憶中的童年好滋味 不過現在隨意走進一間麥味噌的門市翻開菜單 看見的已經不是傳統早餐店應有的餐點 而是可以在裡面找到美式鬆餅、唐陽雞佐、咖哩蛋包飯等 異果風味 而且除了經營早餐時段 現在大多數的麥味噌店面都已經經營到下午2點鐘囉 搶進咖啡館跟撿餐店的市場 這些以傳統台製餐點為基礎 符合美式、日式風格的綜合餐點 麥味噌稱之為新台灣味 追溯這家傳統早餐店的改變可以從集團二代執行長 卓靖倫接班後開始說起 在2014年卓靖倫擔任副總經理時 大舉調整品牌定位跟菜單 重新整頓門市 四年之內門市數量從1500間 砍到900間 邁開了數位轉型的第一步 麥味噌資訊長 稱兼大數據價值中心策略長的劉仁春指出 2014年是一個轉折 從新進門市開始改變 導入跟總部連線的POSE系統 為麥味噌往後的大數據發展 打下了穩固基礎 哪間店什麼品項 在什麼時間賣最好 都可以從後台資料庫找到答案 目前麥味噌在全台共有800間店門市 九成都是加盟 麥味噌企業品牌總監 翁浩璇更表示麥味噌的數位布局 就是解決消費者跟加盟組的需求 那我們先來說明針對消費者 透過麥味噌會員的APP 顧客可以預約餐點跟取餐的時間 而且能夠使用行動支付來接帳 到店裡完成取貨 目前已經有5-10%的點餐 都是透過APP來完成 之所以會開始推行會員APP 就是希望同時解決顧客排隊點餐 更加盟組一邊出餐一邊接電話訂餐的問題 下一步的挑戰就是 要讓他們的APP留在消費者的手機裡 再來是針對加盟組 麥味噌推出了店長門市管理系統 跟智慧總部系統來協助門市的營運 其中店長門市管理系統 是為了加盟組的管理需求而設計的 因為很多店長都不只加盟一間門市 不可能隨時待在現場查看營運狀況 有了這道系統就可以透過手機查看 庫存拿到物流補貨狀況 以及店面即時的銷售數據 那麥味噌進階的規劃就是導入AI的技術 讓門市管理系統自動分析出因地質疑的行銷策略 店長只要按下按鈕就可以透過會員的APP 推播行銷資訊給相關的客群 最後針對總部開發的智慧總部系統 可以將各個門市的營運狀況跟消費者的購物狀況 同步會員到總部當中 為了有效串聯跟維吾會員APP 店長門市管理跟智慧總部這三大系統之間的數據 麥味噌編製了大約10人的資訊團隊 成立了大數據加值中心 協助各部門使用這些系統收集到的資訊 做更精準的人流分析 然後描繪出消費者的面貌 進而推出相對應的產品跟行銷策略 來加強未來在全球的佈局 好的 今日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相較於麥味噌的數位轉型 你是不是覺得很新奇呢? 發現原來吃早餐也可以跟數據分析有關係呢? 還是你覺得吃早餐就吃早餐 幹嘛分析那麼複雜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的生態 加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